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死去車 這次是這台 王道騎士 或者是稱它為領主騎士 目前迷你死去王出了三台 第三台就是這個啦 之前拍的王道之魂 邪道S都已經拍完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搜尋一下 這台配置的雷射零件一共有三個 第一個是能夠增強前端的保險桿 讓行走更加的穩定 第二個是可以將導輪裝在比較高的地方 而且有輕微的上仰角 降低車子飛出去的機率 第三個是比較偏高的導輪 讓貼幣行走可以更加的安定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的使用者 他是主角冒帶的同班同學 叫古力斯麥肯吉 頂著一個超大的飛機頭 第一話就出現了 像一個不良少年 其實他非常的了解四驅車 也很懂得去計算與調整 在四驅車方面來說 應該也算是大師等級的 不過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比較膽小 而且還有人群恐懼症 任海四驅車大賽即將來臨 身為王道車隊未來的一員 卻不敢去比賽 多美子決定要把麥肯吉抓去特訓 火同了冒態把麥肯吉綁去模型店 好好的來治理一下 店裡剛好遇到小朋友的問題 多美子順勢推了一把 要讓麥肯吉大哥哥展現實力 被小朋友圍住著麥肯吉 只好幫忙改造車子下場 簡單解決了賽道問題 小朋友都像看到偶像般眼神放縮的光芒 沒想到下一秒直接嚇跑了麥肯吉 跟茂泰說出他有關人群恐懼的事實 不過他也真的是真心喜歡迷你四驅的 茂泰這時候想到了辦法 更多美子要了王道騎士的雷射零件 並且交給麥肯吉 對他說 如果你怕在人群面前計算失敗 那只要做出絕對成功的計算 這樣不就行了嗎 聽到這句話麥肯吉接過了零件 腦袋馬上湧現了各種奔馳的畫面 並且開始飛速的計算 計算完畢 將騎士裝上雷射零件 走上賽道 並且開發出了新的必殺技 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賽道 雖然最後還是沒有完美的克服人群恐懼 但也決定要跟茂泰一同參與 熱海四驅車大賽 之後的表現我們再一起期待下去吧 好簡單介紹完 我們就來開箱看看裡面的零件 GO 好這份是他的說明書 哇這個透明黃的雷射零件 其實還真的蠻漂亮的 這個是他的車殼 這個藍色就跟藤級的眼鏡蛇系列是一樣的 VZ底盤 白色胎框 黑色胎皮 這包是他的底盤零件 這包是剩餘的零件 還有富里克馬達 貼紙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閃亮 然後跟前面兩台一樣貼紙的數量不多 可以很輕鬆的把它貼完 那我們接下來先來把他的零件做簡單的折磨 哦 好那麼這樣就全部整磨完畢 這邊來補充一下 之前有人問到這個透明件 應該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如果不要使用研磨膏那一類的 最簡單的方法還是二段剪 然後用鋒利的刀片或者是換一個新刀片 來消湯口 如果你沒有要上色的話 就千萬不要拿砂紙來打磨 一定會誤的 通常這樣處理就會都很乾淨了 這個方法來給大家參考 那這一次的上色 我們就以原本的配色 來再幫他做一點變化 實際要怎麼來配 我們就一邊洗一邊來想吧 來上沙拉脫水 然後把這些要上色的 通通把它丟進去 好給它泡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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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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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那我们的车壳已经干了 我们接下来把他的贴纸全部贴上去吧 好那我们这样车壳就全部贴完啦 在还没有装上雷射零件之前 我们要先把它拿去喷保护器 让他整体的光泽能够一致 我们再来把他的雷射零件装上去 好那么趁着车壳还没干啦 我们赶紧把他的底盘也组装起来 好那么底盘的部分这样就锁好了 雷射部件主要都在前面的地方 可以看到下面扣的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缓冲的垫 然后车壳上面的雷射部件也锁好了 我们接下来把车壳拿回来 再把它给装上去吧 好那么这样子车壳就全部锁好了 哇这样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我们接下来帮他做合体 好那么这样我们的王道骑士 就全部制作完毕啦 那么接下来把他冲到伞织台 给大家看看他的细节 好的那么接下来在摄影棚做个总结 这一支分色的部分 车壳全体采用金属蓝 轮框的部分改银色 贴近骑士的形象 底盘的部分 我们一样用效光黑与金属铁灰 做质感的对比 这次的贴纸很丰富 所以颜色很好看 再加上这个雷射零件的黄色 看起来更加的帅气 华丽的程度 感觉也比主角的车再多一点 三台都做完之后 这个是很期待之后的王道车队 或是邪道车队的车子继续出来 两对加起来应该至少有十台 希望还会有更多更帅气的雷射零件 或是更帅的车壳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制作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掰掰